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陈坤 有观众问我为什么用Azor录制的视频在剪辑的时候 快速前进会造成画面失真 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用最新Azor 0.6版本录制的视频 在Azor里可以正常播放 虽然修复了Azor录制时造成的黑屏和白屏播放问题 但是如果快速拖转会造成画面失真的问题却没有修复 我们将这个视频储存器相簿 在相簿里也不能正常的快速拖转会造成画面失真 这对他们要剪辑的人来说是一种困扰 这主要是因为在Azor环境下录制的视频是MP4格式 在iOS环境不能很好的播放 今天就来教大家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先下载VideoElectro3或MovieStream这两个APP 我们打开MovieStreamAPP 将刚才那个有问题的视频导入这个视频剪辑软体 再一次确认是有问题的视频 快速拖载就会造成画面失真 点选使用 这个APP会导入视频 因为这是免费的APP会不时跳出广告 只要将它关闭就好 点选剪辑视频关闭广告 稍微等一下正在处理 视频剪辑软体会将这视频转换成Movie格式 将处理好的视频储存器相簿 现在去相簿里播放转换好的视频 转换成适合在iOS环境里播放的Movie格式 这视频就可以快速拖转 不会有画面失真的困扰了 谢谢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视频 给个赞 订阅和朋友分享 也看看在你右手边我的其他视频 下次再见 Bye by bwd6